柳如烟有厌食症 于是我放弃了前途去了新东方学起了做菜 我花八年偶心力血治好了他的病 扶导他考上理想的院校 他却看着我的满身油烟嫌恶的说 我是置信恋 你不过一个没文化的厨子 怎么配得上我 我看着他揽着所谓的高材生 笑了笑 转身成了国宴主厨 我想于世界 我做的菜被称为国家瑰宝石 柳如烟厌食症犯了 他哭着求我再给他做一道菜 我却不嫌不淡的笑了笑 扯开他抓着我一脚的手 柳小姐严重了 不过只是一个没文化的厨子 我有时候真的觉得柳如烟是我命中的克星 我的自尊和骄傲 在柳如烟面前都是那么不值一提 接到柳如烟的电话时已经是深夜三点 因为给柳如烟补作业 我刚刚合上眼 就被刺耳的铃声吵醒 自从上次因为静音没有回他消息 他大发雷霆要和我分手后 我手机就从来不静音 哪怕各种各样的消息时常将我吵醒 哪怕神经衰弱 我也会再听到铃声的下一秒打开手机 看看是不是他 来接我 位置发你了 柳如烟的声音有些寒恶 像是喝醉了 周围一个男生关心的话说到一半 柳如烟就挂了电话 一如既往的命令是语气 我早已习惯 起身披上衣服 打车匆匆往柳如烟的地质感 KTV里很吵 已经好久没睡过好觉的 我有些头重脚轻 倒在一个包房门口 门突然被拉开 我下意识想道歉 抬头却发现这个人很厌重 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他 他看到我的瞬间有些差异 他从我身上跨过去 回头看我的眼神里 满是高高在上和怜悯 结果没有他的遮挡 包厢里的一切一览无余 里面的人在看到我的瞬间 迸发出一阵夸张的大笑 哈哈哈哈哈哈 没想到他真会来 看他满身的油烟味 不会吧 柳杰你的男朋友真的是个厨子 哪能算男朋友呢 最多是个玩物吧 一个破厨子而已 嘈杂的音乐混杂着人声 吵得我脑膜发炸 我跌跌撞撞地站起来 透过五颜十色的光 看到坐在主位的柳如烟 柳如烟漫不经心地 抬起手里的球 像豆狗一样朝我招了招手 我不明所以地走到他的跟前 看着他身上单薄的衣衫 和隐隐可见的春光 忍不住脱下身上的外套 披在他身上 别着凉了 我话还没说完 就被他毫不留情地打断 他扯下我的衣衫 随意丢在脚边 干净的外套混杂着 不知名的液体和烟头 已经不能再穿 脏死了 一股范味 别碰我 他嫌弃地看了我一眼 转身和小姐妹开开了他 没有再分我一个眼神 我站在原地 有些拘束 有些尴尬 屈辱的情绪涌上我的心头 看到柳如烟手上的红酒时 我忍不住皱了皱眉 蹲在柳如烟身边好言相劝 你的病马上就好了 要少喝酒 我给你煮粥 我的话还没说完 冰凉的液体就从我的头上浇灌一下 我抬头 看到柳如烟举着空荡的红酒杯 看着我恶劣地笑了笑 我的事还轮不到你管 听懂了吗 我捏了捏拳头 眼前雾蒙蒙的一片 看不真切 只听到心脏怦然碎裂的声音 我想我应该质问他这是什么意思 应该问他为什么要这样羞辱我 可是想到这些话说出口的后果 想到可能会失去他 我的心脏又秃得一疼 于是我垂下毛子 化在舌间辗转 最后却只是温声询问 我们回家吧 包间因为我的一句话瞬间安静下来 不知道过了多久 终于有人笑出了声 回家 回你那个破旧的居民楼 挤霸达 你到底在高贵什么 你早就不是那个一手遮天的 技家太子爷了 你现在只是一个厨子 对了 还是心动方的 周围一阵夸张的哄笑声响起 我抬头看了说话的人一眼 没有反驳他 技家落魄的这段时间里 有的是人想看我笑话 更何况我为了柳如烟 选择了最底层技巧 当了一个不入流的厨师 这样的嘲讽我听了太多 心脏已经麻木了 可是这一眼不知道 怎么却触及了那人的痛点 他抓起手边的酒杯 朝我扔过来 我想躲闪 却突然眼前发黑 酒杯在我额头上 炸开一朵星红的花 你那什么眼神 少威胁我 你不过是杀人犯和仓女的儿子 你在装什么 男人看到涌出的鲜血愣了一瞬 气势明显弱了下去 虚张声势的大喊 额头传来的剧烈疼痛 和耳边炸开的刺耳的话 终于让我在这个凌晨清醒 我伸手摸了摸额头 玻璃的碎渣混在血肉里 酸心的疼 我眼神冷了下来 毫不费力的揪过那个人的衣领 我这些年颠勺练出一手臂力 对付这样的人再轻松不过 救我 大家救我 那个男人害怕的抖了抖 终于意识到就算我在落魄 也不是他能招惹的起的人 而周围的人显然没打算烫这一趟浑水 男人见没有人帮他 浑身颤抖着 看向柳如烟的瞬间 眼里迸发出强烈的袭击 刘姐救我 我不以为然的笑了笑 就算柳如烟再不喜欢我 我好歹也是她的男朋友 我妈妈好歹是她的救命恩人 她总不会为了一个 上步的台面的外人阻止我 我的拳头就要落在她脸上 柳如烟却不耐烦地开了口 一点小事 非要闹成这样 挤霸打 她说的不对吗 她厌恶地看了我一眼 又收回目光 仿佛看到什么极其恶心的东西 我没有松手 只是直勾勾地看着柳如烟 柳如烟身体向后缩了缩 似乎是被我吓到了 也是 这么多年 我从来都是柳如烟身边听话的一条狗 从未忤逆过她 更何况用这样的眼神看她 看到她害怕的样子 我想我应该心疼 应该听话的松手 不计较我头上的伤和别人的挑衅无辱 毕竟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是这样 我和柳如烟都习惯了 可是现在 我突然觉得有些累 于是我只是静静地看着柳如烟 你记叔叔和记阿姨是什么样的人 你不是最清楚吗 柳如烟 你还记得你的这条命是谁救的吗 当初是我妈妈在冰天雪地里捡到她 供她吃喝衣食 像对亲女儿一样对她 现在她却说那些人说的没错 我妈妈就是个仓女 我本以为柳如烟只是不喜欢我的 才对我这样 可是看到她对救命恩人的态度 我突然觉得柳如烟可能是真的变了 因为我的一番话 柳如烟愣愣在原地 张了张嘴 却发现自己无可辩驳 人总不能因为这个人曾经对你好过 就否认既定的事实吧 你在道德绑架吗 请先生 这时刚才离开的那个人却打开了门 他脱下身上的外套披在柳如烟身上 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 好像他才是柳如烟的正牌男友 而柳如烟没拒绝 他昂贵的西装外套 和我地上脏兮兮的廉价外套 形成鲜明对比 有人忍不住笑出声 我一晃神 手上泄了力 那个男人连滚带爬的从我身边离开 就是啊 装什么 自己这副穷酸样 还好意思道德绑架别人 你还是放过婉婉吧 每天不是道德绑架就是打人 没有镜子总有尿吧 放过他 听到这句话 我愣在原地 看着眼前一对温馨的仿若神仙眷女的人 突然觉得自己好多余 可是不是我治好了他的病吗 不是我陪着他走过这最艰难的九年吗 到头来 都是我一厢情愿的付出吗 我声音颤抖 看着柳如烟 不知多久没哭过的我眼眶居然有些红 你要我 放过你吗 柳如烟看了我一眼 觉得似乎有些什么东西超过了他的掌握 内心有些不安 想说什么 没几搏却不经意的踢了一下地上的外套 柳如烟看到那个脏兮兮的外套脸上浮现一抹嫌弃 对啊 我求求你 放过我吧 好不好 别纠缠我了 听到意料之中的答案 我还是忍不住心间遗产 我有些说不出话 只觉得有些什么东西好像无声无息碎掉 好办上 我终于点了点头 好 我捡起地上脏屋的衣服 好像捡起了我那早就破碎的自尊 我即将踏出包房门的时候 柳如烟却开口叫住我 几巴达 你回来 谁让你走了 我脚步顿了顿 我听到柳如烟话里藏不住的得意 几巴达 你滚过来给我道歉我就原谅你 原谅 可是我做错什么了呢 我知道柳如烟不是舍不得我 他只是觉得我这样听话的一条狗 突然不听话了 不习惯 他只是觉得我几巴达就应该围着他转 我的眼睛蒙上一层雾 脑袋有些昏昏沉沉 又想起柳如烟的那句话 困扰我这么多年的心结终于解开 我如是重负的拉开包间大门 你今天要是离开了 我们两个就彻底玩玩了 柳如烟的声音有些慌乱 有些恼怒 唯独没有一点愧疚 我突然觉得很疲惫 原来这么多年 只有我一个人在原地 随便吧 柳如烟给我打了很多个电话 看着手机上不断跳动的来电和消息 我面无表情地将他拉进了黑名单 坐在窗台上看着眼前的月亮 我突然想起很久很久之前的一个夜晚 月亮也是这样亮 柳如烟坐在我身边 拉着我的衣袖 眼睛亮晶晶 几巴达 我真的很喜欢你 我一定会对你好的 你能给我一个机会吗 先爱上的人不一定是书家 太认真的人才是 失去柳如烟的日子并没有我想象的难偶 从开始的气急败坏 到最后的半可怜和我回忆往昔 明明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 明明知道他已经从骨头缝里烂掉了 知道他不是喜欢 只是不甘心我这么干脆地离开他 可是想起我们度过的八年 我几乎都要心软了 直到那天我的室友发给我一张截图 这不是你女朋友吗 他怎么和别人官宣了九周年 我的头脑一阵轰鸣 下意识地点进那张截图 是一条朋友圈 配图是一家柳如烟最喜欢的咖啡馆 和他们两人的合照 那个男人我见过 那天包房里给他披上外套的那个 他以前经常带我去这个咖啡馆 他说他很喜欢这里 所以我们的很多个纪念日都在这里过 图片上配文 初遇至九周年 我和柳如烟在一起八年 从初中到现在他从未告诉我 他还有一个初恋 也从没告诉我 这个他最喜欢的咖啡馆 是他和他初遇的地方 九周年 那我是什么 看着屏幕上两人的合照 我终于知道我为什么 第一眼见他的时候就觉得眼熟 因为那个男人的眉眼像极了我 我是替身 我没想到这样离奇的事会发生在我身上 我们这些年算什么 我的爱算什么 我如坠冰窟 在脑子反应过来之前 就坐上了去柳如烟学校的火车 我不相信 整整八年 居然只是笑话 我站在柳如烟学校门口 拨通了他的电话 电话响了很久 终于被接通 不是你说的要分手吗 现在又联系我干什么 我在你学校门口 我们见一面 柳如烟吃笑一声 话里满是得意和终于拿捏住我的快感 这些年他做过不止一次这样的事 一次又一次分手 我求他复合 他就变本加厉的羞辱我 停地挂了电话 我在打过去时 电话那边只剩一阵盲音 我跪在冰天雪地里 膝盖冻得生疼 心脏和身体仿佛都被冷风风干 挤不出一滴温暖 周围不断有人对我指着点点 我却毫不在意 我想要一个答案 一个让我彻底死心的答案 我告诉自己 可能他只是想弃我 不会是这样的 可是在看到他揽着那个男人 从酒店出来的瞬间 一切心理防线都土崩瓦解 他笑着搂着男人的脖子 旁若无人亲在一起 衣衫滑落的尖头露出暧昧的红痕 发生了什么招然若揭 和柳如烟在一起八年 我从来没有碰过他 有时候他想和我去酒店 我也拒绝了 我担心对他的名声造成影响 也担心如果以后我们没能在一起 我是否能对他负责 可是现在看到他们暧昧的身影 我突然说不出话来 那种感觉就像是你最真实的珍宝 被人遭见 你怒气冲冲地去报床 却发现是珍宝自愿堕落 柳如烟也看到了我 看到我的瞬间 他眼神闪过一丝慌乱 匆忙松开拉着那人的手 看到我跪在地上时 又得意地笑了出声 没想到你真的跪了 你要说什么 我听着 给你五分钟 我摇晃着站起身 膝盖传来钻心的痛 却比不上心理万分 我毫不犹豫地回头离开 柳如烟却冲上来拉住我的手 你什么意思 不是你自己要见我吗 我甩开他的手 脸上没有一丝表情 柳小姐请自重 自重 你叫我自重 几霸打 你只是一个不入流的厨子 你觉得你能配得上我吗 柳如烟身边的男人 捏了一把他的腰 挑衅地看向我 你只是一个没文化的厨子 我却是清华大学的研究生 你真的觉得你能配得上柳如烟吗 不入流的厨子 如果不是为了治好柳如烟的病 我现在应该也考上研究生了吧 我笑了笑 没再说话 亮呛着离开 我接受了国宴主厨的邀请 其实他们早就邀请我了 只是之前我想柳如烟的病比较重要 我想先治好他 可是现在不用了 我想我也应该为自己活一次 我做的饭征服了所有人的味蕾 有人称赞我是国家活的瑰宝 我打破了平凡人对于厨子的认知 厨子再也不是一个不入流的工作 我想我要感谢柳如烟 如果不是他的话 我也不会在这方面获得这样的成就 我的菜千金难求 我的名声享誉全国时 柳如烟却来找我了 是柳如烟先追的我 他给我带早餐 在客间偷偷趴在窗边看我 漂亮的侧脸染上一层红韵 像颗甜蜜的苹果 他信誓旦旦说会一直喜欢我 说会永远对我好 给我带过的早餐 说过的情话 原来都是假的 在他眼里 我只是别人的影子 眼前的柳如烟瘟瘦了很多 脸色看着不是很好 他可怜兮兮的拉着我的衣角 你能再为我做一次菜吗 我吃不下饭 我不嫌不淡的笑了笑 扯开他拉着我衣角的手 柳小姐言重了 我只是一个不入流的厨子 几霸答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我和他真的没什么 柳如烟眼睛通红 似乎受到了极大的委屈 我扯过被他钻紧的衣摆 有些想笑 你是说你和他亲嘴亲着玩 柳如烟被我说的脸色一讲 我猜他肯定想要发火 羞辱我或者把我痛骂一顿 可是他没有 他抽抽大大地哭起来 仿佛自己受了天大的委屈 仿佛那个出轨的人不是他 你怎么这样说我 我 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 你怎么这么狠心 我觉得有些好笑 你也知道我们在一起了这么多年 如果你是想装可怜来博取我的同情 那你不用费心思了 我不喜欢你了 我们结束了 回想起那些往事 我只觉得胃里说不上来的恶心 看到他这张脸 我只觉得厌恶 就连我自己都觉得奇怪 明明前一天还那样喜欢的人 第二天就只剩下了厌恶 人的确是在某一瞬间放下的 柳如烟不厌其烦地开始骚扰我 不断在我下班的路上堵我 像连在裤腿上甩不掉的狗屎 恶心又隔应 他高高在上惯了 这样的日子也坚持不了几天 果然 不过第三天 他就气急败坏地拉住我 你到底要怎么样 我都向你低头了 你有必要羞辱我吗 是我要你这么做的吗 我逼着你来骚扰我吗 他被我戳中碰住 伸出手想打我的脸 被我拦住 我是真的很不耐反了 握住他手腕的手用了力 他痛呼一声 眼泪啪哒啪哒往下掉 好像是我欺负了他 你要打我 如果打我能让你回到我身边的话 你就打我吧 我弄不明白 他为什么变成这样 或许人就从来不是一瞬间烂掉 我甩开他的手 力道明明没多大 他却跌坐在地上 手腕在粗糙的地板上擦破了皮 看着极为可怖 我本以为他总算不会来纠缠我了 没想到是憋了一个大的 那天我的室友递给我一个视频 看我的脸色有些复杂 视频里我的脸清晰可见 我紧紧攥着柳如烟的手腕 脸色不耐到了极点 是我要你这么做的吗 柳如烟低声啜气 如果打我能让你回到我身边的话 你就打我吧 视频上了热搜 很明显是有心之人拍的 这个人是谁已经昭然若揭 无非就是想通过舆论来逼我复合 只是他可能也没想到这个视频会胡 还闹到了这么大 我靠 这个男的不是那个大厨吗 家暴饭啊 看这个样子也不是第一次了好下人 亏我还想去吃他做的菜 我真服了这个女的什么恋爱呢 这样的男的能做出什么菜 黑幕吧 网上有人人肉我 我开的餐厅从门庭落实到无人问津 大门上被泼了一盆又一盆狗血 和我关系要好的朋友找到了柳如烟 他们当时就在我旁边 和我在一起这些年 我对柳如烟有多好他们都知道 他们希望柳如烟能出来澄清 还我一个清白 可是我知道柳如烟不会的 果然朋友气愤的找到我 他妈的柳如烟傻逼吧 你知道他怎么说的吗 他们要这么想我也没办法 他们要这样想我也没办法 万一我说了他们网爆我怎么办 万一我说了他们网爆我怎么办 我和他几乎一口同声 他愣住了 你怎么知道 我去 哥们你真是疯了 你看上他哪一点 你老是和兄弟说 实在不行兄弟为你变个性 我笑着推开他们 可能我眼瞎吧 当务之急事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怎么说那些人都不听 再过几天你就要被人颇弄流翻了 室友晃了晃我的头 有些抓狂 在一阵晕眩中我勉强开口 那条路上 有监控 我们很顺利的调取了当时的监控 讨贝下视频后 我打开短视频平台 就弹出来柳如烟的直播间 他开始带货 卖五百亿斤的茶叶 六百亿个的玻璃杯 下单的人居然还不少 网络真是被他玩明白了 我的后台卡的不能动弹 我不用看就知道 都是骂我的消息 这些年被骂的不算少数 再难听的话我都听了 我不太在意 上传了视频之后就没再管 却不知道我这个视频 影响多大的呼吼 无数网友知道自己被荡枪使 开始将利器权 发泄到柳如烟头上 这女的怎么这么剪 自己想打人家还要倒打一耙 我看那个视频 就是他自己发的吧 真无语 脑残 我都心疼这个男生了 被人骚扰殴打 还被倒打一耙网网 柳如烟被千夫所指 在学校也是臭名昭著 也只是一阵子 我接到了他的电话 他办了新电话卡 在我要挂断了前一秒 他突然开口 我想见你最后一面 我皱了皱眉头 又听到他接着说 你不来我就从这里跳下去了 又是这一套 威胁 逼迫 把我架在道德之高点 逼我妥协 我挂了电话 心里还是犹豫 最后咬了咬牙 还是朝他所说的教学楼赶去 在见到他的时候 他脸颊受血 眼窝深陷 再没有了当初的神采飞扬 他站在高高的教学楼上 衣衫被冷风吹得 萨萨作响 他看我的眼神很复杂 有怨恨 有恶毒 也有几分不知深浅的爱 我在心里嘲笑我的妄想 毫不犹豫地转身就走 看到他的第一眼 我就知道他不会跳龙 整整八年 我想我比他都更了解他 几霸达 我错了 求你再给我一个机会可以吗 他撕心裂肺的大吼 所有人的目光瞬间 聚集在将要离开的我的身上 院长和校长早就吓破了他 此时看着我 仿佛看到了就行 几先生 人兵要紧了 夫妻哪有隔夜仇 先让他下来了再说 我抬头看向他 毫不费力地捕捉到他眼里的得意 我爬上天台 站在他面前 我知道我对不起你 我也不想活了 就让我为我赎罪吧 他看着我 眼泪朦胧 我的心里却再也掀不起波澜 好 看着他站在原地未曾磨动的脚 我应了一声 他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几霸达 你要我去死 他的声音尖锐刺耳 不少看热闹的同学开始吐槽我 什么仇什么怨 要让别人去死 他们不是在一起八年吗 这个男的真是 我被推向热浪 在他们嘴里 仿佛我才是那个背叛的人 仿佛只要我不答应他 我就是罪人 我是真的累了 我几个跨步逼近里无烟 俯身揪住他的衣领 几霸达 我就知道你心里有我 只要你答应原谅我 我就好好和你在一起 我就不跳楼 他话还没说完 我已经揪着他的领子到了围栏旁边 你不是想死吗 我帮你一把 我把他往围栏外边挪了挪 他今生尖叫起来 不要我不要 几霸达你疯了 放开我 我冷笑着将他拽下天台 转身离开 他这不是不想死吗 怎么 道德绑架别人 我去 好极端 有这样的前女友真倒霉 周围同学恍然大悟 开始对柳如烟指指点点 柳如烟跌坐在地上 低声嘻喃着什么 那句嘻喃被风吹到我的耳边 几霸达不是最喜欢我吗 明明以前他不是这样的 湖水好漂亮 如果我跳下去会不会死 我发誓我以后一定会对你好的 你为什么这么狠心 那我们八年的感情算什么 柳如烟不断的赌我 像一个穷追不舍的私生犯 很多同事和客人被他的精神感动 纷纷来劝说我 这男的真狠心 女的都这么卑微了 说不定他早就外面有人了 不然能这么狠 他的好朋友们在听说这件事之后 叫我好友辱骂我 你要怎么样 你要毁了晚晚才开心吗 我真不明白晚晚做错了什么 即使他有错 这样第三下四的道歉也够了吧 你把他当狗耍吗 看到最后一条消息 我终于绷不住笑说了声 那我也找个白月光谈的九年 被发现了就道德绑架 你也让他原谅我 我问心无愧 这些年我哪一点对不起他 我只想安安静静地分个手 柳如烟你这样是逼我 把你的那些光辉事迹 全部拿出来说吗 我不是逆来顺受的性格 相反 我脾气一直不好 念在我和他好歹在一起八年 分手后我也没有为难他 至少在人前人后 留足了他的体面 可是柳如烟是怎么做的 说一些魔棱两可的话 诋毁我 故意造谣我 就是你人也该有了脾气 柳如烟的闺蜜和劝说 我的人不再作声 似乎被我话里的信息量惊到 不少人眼里闪烁着八卦的光 我却没心思再提起柳如烟 只是厌恶地看了他一眼 就像他当初看我的时候一样 我参加了成人高考 还是考上了我当初最喜欢的学校 学校所在的城市离家很远 离柳如烟也很远 当年我考得其实很好 只是为了陪柳如烟 我放弃了自己喜欢的大学的专业 来到这所普通技校 曾经的我是不后悔的 那是我想 只要能和柳如烟在一起 我付出什么都愿意 现在看来我真的是傻偷了 还好兜兜转转 我还是来到了我曾经梦想的学校 就像找回了在柳如烟那里丢失的所有自己 柳如烟很长一段时间没再纠缠我 我想我应该是开心的 我知道我不喜欢他了 没有厌恶 没有一点别的情感 可是我的心里就像空了一块 好像我丢了什么 当一个小姑娘拿着情书递给我的那一瞬间 我终于明白我丢了什么 我丢掉了爱人的能力 我害怕我重蹈覆辙 害怕付出爱最后去换来这样的结果 我不喜欢这样的自己 日子无聊的过了一年 每天做实验 写论文 炒菜 重复同样的生活 枯燥却又充实 下雪了 在观察一个反应数据的时候 我旁边的师妹指着窗外惊喜的喊 我抬头看去 果然看到纷纷扬扬的大雪 像额毛 我突然想起去年那个冬天 我跪在雪地里 看着柳如烟搂着另一个男人从酒店出来 我以为我会难过 会痛苦 可是奇怪的是这些都没有 我只是看着那个曾经的我 像看一个局外人 师哥 师哥 我从回忆里回过神 看到师妹瞪得溜圆的眼睛 我顺着她的视线看到我眼前的实验 成功了 为了这个实验 我和师妹熬了好几个月 没想到再出血的这一天成功了 师妹激动地抱住我 嗓子都有些破音 成功了师哥 我就知道我们是最屌的 我虚拂住她的后腰 担心她撞上尖锐的仪器 门口却传来一个不可置信的声音 你们在干什么 我抬头看过去 却看到了一个无论如何也不该出现在这里的 我没有说话 师妹匆匆拿过记录本 开始记录实验数据 也没搭理她 她却冲过来猛地推了一把师妹 师妹的后腰还是磕在了尖锐的仪器上 仪器尖端冒出一串血珠 师妹却只是皱了皱眉 低头匆匆记录数据 她害怕柳如烟把实验破坏了 我宁了宁眉心 抓住柳如烟的胳膊 朝师妹歉意地笑了笑 离开了实验室 你有事吗 柳如烟面色腊黄 看着落魄又可怜 强调了实验数据差点被毁的事 保安大叔果然拦着她 死活不让她进来 我转身离开 柳如烟的声音还是一如既往的尖锐 我都是为了来找你 你怎么能这样对我 我一路上吃了好多苦 我从没有为一个人做到这个地步 我真的很喜欢你 这些话我耳朵已经听出茧子 此时再听到 还是忍不住生理上不是 回到实验室的时候 师妹已经走了 实验室被收拾得很干净 包括尖锐仪器上的血珠 我给师妹倒了钱 又赚了医药费 师妹没收也没回我 可能在生气 我叹了一口气 坐在实验室门口 思绪有些飘散 我其实以为一切都过去了 可是当我看到柳如烟 听到她说那些话的时候 心里还是忍不住一通 我不喜欢她了 我只是把她当成 生命中普通的一个过客 当我看到她跨越千里来找我的时候 心里都会有一丝触动 那口口声声说喜欢我的她 为什么让我在她学校门口 归了一天一夜 为什么放任那些人羞辱我 她对我从来没有感情 我浑浑噩噩噩来到宿舍 室友看到我一脸八卦的凑回 听说你女朋友来咱学校找你了 我怎么不知道你有个女朋友 我摇了摇头 你怎么知道 我和她早就分了 室友递给我手里的手机 视频上赫然是柳如烟 在对路人说自己的故事 我相信只要我坚持 她一定会来见我呢 是我对不起她 路人问她哪里对不起我 她就支支吾吾说不出来 过了这么久 她还是用她惯用的那一招 道德绑架 明明是她先对不起我 偏偏每一次 她都能兜兜转转将错赖到我头上 分手了还要这样折磨我 不放过我 怎么没听你提起过呀 她搁这么远来找你 看着怪可怜的 看不出来呀几个 你挺绝情的 我没兴致说话 摆了摆手 我突然觉得是我对她太善良了 我总是念酒 总是沉醉于过去 总是想着分手了就体面一点 好歹认识了那么久 可是有的人听不懂我的前台词 我还是找到了柳如烟 看到我的瞬间 她像猫看到了老鼠 两眼放光 她可能以为自己拿捏住我了 觉得我还是喜欢她 只要她卖卖菜 我还是会像以前一样回去瞅她 几霸的 你背着我和别的男人在一起九年 你凭什么觉得我会原谅你 柳如烟愣在原地 支支吾吾 我 我是为了让你吃醋 你的这个醋 我真的是无福消瘦 我说我不喜欢你了 你不要再纠缠我了可以吗 我求你了 放过我爸柳如烟 柳如烟当初给我的话 我原封不动的还了回去 你能听得懂人话吗 你这样真的很恶心 你再来找我报警了 看着她的眼泪 我只觉得默然 这是我这辈子 对柳如烟说过最重的话 所以她哭了 可是这些话 都是当初柳如烟对我说过的 我只是原封不动的还了回去 你看 你这不是会难过吗 你不是知道这些话会让人难过吗 我吃笑一声 转身离开了这里 周围的人窃窃私语 有些常年吃瓜的人 终于想起一年前的那场闹剧 一年前 就是这个女的跳楼 逼这个男的和她在一起 我靠 这么劲爆 这个女的真剑 难怪刚才问她 做了什么对不起这个男的的事 她都不说 搁着道德绑架了 道德绑架真是被她玩得团团转 有些看不惯的人 团起地上的脏血 砸在柳如烟身上 她跌倒在地上 人群中不知道是谁 血团中掺杂了石头 她的额头晕开一朵血花 在雪白的一片中格外刺眼 雪花飘散在柳如烟瘦削的脸上 在这一刻 她终于懂了 几巴达不是一个误解 不是她照之既来的工具 她也懂了自己这些年究竟有多恶毒 自己遭见了她的多少真心 她想她的确应该放了她 我打开实验室时 又看到了师妹 我有些尴尬 我知道她肯定看到了那个视频 师妹看了我一眼 她是你前女友吗 我点了点头 我从来没和这个学校 任何人说过 我有这样一个前女友 虽然我嘴上说着不喜欢她了 可是我仍旧不知道 该怎么提起那些从前 或许我该说柳如烟对我不好 柳如烟怎么背叛我欺辱我 可是想起那年柳如烟 亮晶晶的眼睛时 我就什么也说不出口了 我宁可她一直这样还 这样我就可以毫无心理负担地骂她 和别人吐槽她 可是她曾经对我真的很好 你是因为她才不答应和我在一起吗 师妹就是那个给我弟情书的女孩 当时我拒绝了 听到这话我摇了摇头 我不喜欢她了 只是我不知道 我该怎么去喜欢别人 我担心我会重蹈覆辙 我担心我会因为以前的事 不能好好对你 不能对你负责 我不该耽误你 我觉得我不会谈恋爱 我看着师妹 眼里满是诚恳 师妹却笑了 师哥 你只是爱错了人 你的爱没错 我突然愣住了 的确很长一段时间 我在反省自己 是不是自己哪里做的不对 哪里不够好 所以柳如烟才那样讨厌我 可是现在有人告诉我 我的爱没错 你可能已经忘记了我 高三的那场数学竞赛 你没参加决赛真的很可惜 师妹的笑和记忆里慢慢重叠 我终于认出了她 那个比我小两阶的很厉害的数学天才 沈幼楚 我喜欢你五年 从高三到现在 很冒昧这些年多有打听师哥的生活 师哥一直是一个很好的人 不要妄自菲薄 我说这些不是想让师哥念旧情答应我的表白 我只是觉得 或许多一个人的肯定 师哥可以不这样怀疑自己 沈幼楚递给我一颗糖 又笑了笑 转身离开 看着手心那颗橙子味的糖 我突然有些想哭 这些年我一心扑在柳如烟身上 就连我自己都不记得 我以前有多喜欢橙子味的糖